本来是上班族的卢俊贤 因缘机会接触了极限马拉松之后 开始爱上那种坚持不放弃的精神 透过这道凤梨炒饭的制作 听听他的马拉松经验 以及从中得到的感想哦 毕丽分明的炒饭 搭配凤梨果香 与近思诉讼的口感 完全满足味蕾的享受呢